蓝色传说,Cal Sonic GTR32 神之角Hoshino,江湖人送外号最快的男人 他就是投文字地里的星野好造的原型 1989年,日产启用R32赛车 蓝色的涂装,GTR出战六场比赛获得全胜战绩 后来车迷,把R32成为蓝色战神 而这支车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NPO 比Nismo更早也是日产的顶级改装品牌之一 他们参加的比赛都是Super GT合方城市之类的大赛 1995至1999的几个赛季中 Hoshino驾驶R33只获得了95年的冠军 这也是R33被战神迷们质疑的重要原因之一 直到R34的出现才让战神粉丝们重拾信心 2002年,Cal Sonic宣布退役 12号的蓝色Cal Sonic赛车被奉为永恒的经典 后来星野购买了Nismo的限量BNR32 经过改装之后使用自家的改装件并附上亲笔签名 在香港也有一台Cal Sonic Skyline GTR32 车主是Kelvin 现在NPO的车队依然活跃在各大赛事 虽然星野年纪很大,基本处于幕后 但是在他心中,R32永远是他的最爱 我们才能做到这边 直接跟上一个说明 估计叶网上 通过这个行为 有年轻的